当然要抢什么 第一个要抢天然气 因为要抢天然气 所以LNG船现在爆炸的订单 那这些订单都交给谁呢 我们来看 韩国造船厂就凭着LNG船 就是异化天然气船的订单 现在再度超越了中国重登榜首 本来过去韩国的造船是非常厉害的 一度被中国超越 现在靠着LNG船 又再度再一次超越了中国 所以我们来谈谈极端气候的效应 没料到这个极端气候 居然火烧到了哪里 到了北极圈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 还蛮严重的一个影响 因为就像阿关刚刚提到 其实目前为止全球 很多的这个极光迷都知道 如果我们一生必去 要看着这个极光 我跟你讲 你去那里现在没有极光 现在叫做火海红光 很可怕 你知道他那时候靠 我刚讲的那个黄道镇 就是看这个极光最重要的地方 你知道他很靠近哪里 其实就在加拿大 目前为止 加拿大这么一个大的国家 因为极端气候 居然有一千个地方 居然全部都在烧野火 什么叫野火 就是莫名其妙突然烧起来 一整个国家 居然一千多个地方 这里面有两百三十几个 直接着火的地方 就靠近了北极圈 那目前为止 他这个野火烧的这个情况 据说很可能就会去影响到 只有黄刀镇 因为距离这个野火最烧最近 只有17公里 所以人家就讲说 哇这个地方 以前你在那边搭帐篷 看极光 一年365天 能够看到最美极光 250天能够看到的地方 全部现在gane over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只能说 极光真的好美啊 对啊 一生必去 所以你能够想象吗 现在那个地方 全部都在着火 所以你能想象 这极端气候 已经火烧连环传 烧到了北极圈 好那我们来谈 如果从产业的角度来看 巴拿马运河 现在水位越来越浅了 所以我们不要讲 我们常常讲说极端气候 影响的这地方可多 我们刚刚讲只有讲极光 其实你知道 连台北枸市都给你影响到 为什么呢 因为散装船 因为什么 巴拿马运河居然要快干了 目前它已经达到一个警戒水值 目前水非常浅 阿贵你知道吗 近期你知道 为什么散装货云今天 叮咚叮咚 一直拼命的飙涨停 因为还在踏船 又在大塞港 又在大塞船 而且目前平均的军职 你这个船进到了巴拿马运河 想要离开 平均要花30天到一个月以上 那为什么呢 因为它 因为集中气候 水整个都往下降 那目前为止 巴拿马运河 它的那个情况 有多危急 你知道现在大概 至少150艘船 全部踏跌 那里面有70艘船 全部都是散装 然后在这里面 平均你知道 你要经过的巴拿马运河 你各种大船小船 平均以前放行 给你30艘 现在不行 懂嘞 每天至少要降到20艘以下 这就是为什么 目前为止 全部都在塞船 那个主要原因 但问题就来了 塞船的时候 什么事情要涨 就是报价 就是运降要涨 我跟你讲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 很多的散装货运 全部叮咚叮 攻掌停 今天最后 那个谁也搭上了 老大这个域民 也给你攻掌停了 你看 目前为止 思维航星星 域民今天全部攻掌停 中航也是 但是你知道 为什么慧阳可以挖 最后没有 因为慧阳可以挖 签了长约 它比较没有塞船的问题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 那目前为止 报价你看有多严重 我们是根据今天 今天BDI也开始 又再往上涨 那目前为止 日租金 现在这个阶段 因为又运煤 运船运粮 现在巴拿马 它的极端型 就是max 这个极大的 超大型的 它目前为止 它光是租金 也是要往上涨 有2.43% 但是如果是巴拿马 一般我们正常 后港现在最多的 就是那个巴拿马 和运河 巴拿马型的这个船 它目前为止 光是每天的 日租金的报价 从一万三千多 立刻涨了 三百多块美金 这个还不打紧 我们在想说 那巴拿马运河船 那我就用 我就用替代 因为我那个超轻便型 也能够开 不好意思 我跟你说 它也在飙涨 它飙涨幅度 比你现在巴拿马型 还要高 它至少涨了5% 所以你在这个情况 很多人本来想说 我就要在旁边关火 那看到时候 我再去进去 抢舱 抢船 不好意思 你卖一片 你只要再卖 我跟你讲 所有的这些散装会议 全部都可以key挡 因为目前为止 你挡不了 目前为止 150艘里面70艘 全部都是散装会议的状况 那我们回来讲 抢舱 是 那么大家最想抢 而且现在抢的最热的是 LNG船 对 因为LNG船可以运 液化石油天然气 那么在极端气候之下 就会有缺电 缺水危机 天然气当然很重要 对 其实阿关你知道吗 这个天然气 为什么这时候 反而拼命在造船 不是极端气候 各方面都不行吗 不好意思 我跟你讲 你得到最新的数据 而且韩国又开始上来了 目前为止 最新的数据 这是最新统计 7月份刚刚出来 全球 2023年7月刚统计出来 全球的造船的订单量 现在已经高达330万CGT 反正它就是一个 数字叫做修正的一个总顿量 但是总之 告诉你 目前今年年增 至少超过两成二 那为什么呢 而且这里面有个重大的变化 刚刚阿关破题去 我已经有提 以前造船 最厉害的 其实韩国 对 可是你知道 今年以来 大国重器 中国号 晒出来 它用辽宁号的航空母舰 给你晒出来 所以目前为止 中国就开始 越来越扩大 现在韩国 居然开始 后面居上 好我们来看中国 2023年7月 新造船船船舶的订单量是333万CGT 这是造船的一个单位了 那么年增率成长22% 那么南韩的LNG船 南韩造船厂有146万CGT 所以一笔当然就超过中国了 总共有29艘 那么跟中国的113万来做比较的话 南韩是自2月以来首度超越中国 那么看到最大的金主会是谁呢 卡达 卡达陆续在下定给现代重工 韩华海洋 以及三星重工 光光卡达就下单了40艘LNG船 难怪相关造船厂 今年订单满满满 其实今年比较令人意外的是 除了LNG船之外 还有一种船的订单 最近爆炸式的成长 那是车的运输船 就是专门在运车子的船 常常认为螳螂捕蟾 其实麻雀在后 你这个韩国目前为止很厉害 你有中东订单 说实来不只是我也有中东神秘订单 现在韩国也有 但是不好意思 人家中国更厉害 目前为止它的汽车运输船 这是一个之前我们在节目比较少提到 我们提一下 因为它目前为止 你除了在LNG很高单价 其实载车也非常重要 你知道它这个目前为止造船造给谁 我跟你讲阿关你大家没料到 它其实就是给它中国准备要出货到全球的比亚迪啦 光是比亚迪 目前为止造出它要的订的船 是全世界最大汤 目前为止大概是有9400辆的车 可以同步停在这个船上 那我们简单讲一下 所以那个车的大小是看它的车位多少 所以比亚迪订了4艘高达9400个车位的大型汽车运输船 那么一般中国的船器接的一般般的是5000到6000个车位的船 那这个是特大船 特大的 好 那我们简单讲一下 为什么要这样 那个阿关我们想我们都有开车 你就想想这个船在干嘛 它就是大型的机械的停车场 在踩跌你这个船上面的那个概念 所以它很特别 它是很特别的 我跟你讲 它跟一般用烤楼金什么完全不一样 它到时候你知道它还先来做什么呢 AI管理的 你这个大型停车 我们现在上面的9400是目前最大汤的 这就是所有的停车位 每一台车全部都塞进那个船 而且一个小时 一天是24小时 你光要塞满这些船 你至少16个小时以上 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而且它里面要经过手描 想办法让车能够开上去 对 而且你每台车 你看它那么多层 对 非常多 就像我们去那个机械停车场 有没有 它就是几栓几栓 而且我跟你讲 人家都是卖出去的商品 碰不得也不能晃 所以你到那个船上的时候 你摇晃过渡的时候 你的这个船就会让它的车回溯 而且据说它有分 就是大车要停在哪里 小车停在哪里 那怎么让这个车子固定也很重要 然后车子的行进路线都有规划 因为它要让这个车位极大化 对 所以你在这个里面 全部AI管理 所以你这个船不是说 真的就把它大船塞出去 不是这样 那目前为止 就是因为比亚迪 他准备出货全球 所以他定了 目前全世界这四艘 都是全球最大 但是在这里 以前最大的其实是挪威 平均大概是8500 是最多的 能够赛助一多的船 但是我们来讲 为什么比亚迪 自己干脆跳下来要造船 因为这个租金实在贵的 太离谱了 目前为止 我们看左边 这上面汽车的这个运输船的租金 买了去 以前一年 日租金大概11万美金 就赛出去 赛出去 你每一天 这个日租金大概11万美金 一天 车也是很贵 那你看 现在涨了五倍 对 不得了 所以我与其这样子给你搞 我不如比亚迪 我自己来订船 所以在这里面 你就知道 韩国你在怎么厉害 你恐怕没有中国的大气地方 因为你的订单 中国人自己买单